二王萌萌的手机是怎么回事 当初男女主拿到那个手机时 我还以为里面会有重要线索呢 或者解释一下手机里有什么重要信息 结果什么都没有 貌似王萌萌的手机当时没坏吧 还能听到铃声呢 结果只是为了证明王兴德没接到王萌萌的电话 而且王兴德因为两个电话没接到 就产生愧疚感 甚至是王兴德没接到 甚至到要杀人报复 就挺不合理的 思萧赫云的朋友没有交代 他的那个倒霉朋友还在一直和甲方道歉呢 他倒好 坐一趟车就拥有了一段爱情 难道萧赫云就不重视事业了吗 五萧赫云本来还流鼻血了 身体虚弱到不行 为什么到了最后 也没解释他的身体是怎么好的 一王茫茫为什么突然从感谢中变得狂暴 非要下车 我觉得随着循环次数越来越多 应该要越来越有紧张感才对 但最后一次循环 我只感觉到 燕骏想塑造所有人一起帮忙的正能量 却忽视了时间 三司机并不知道猥亵的是 王茫茫为何要抢方向盘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都不能抢司机的方向盘 王茫茫只是觉得别人不帮他 但自己没有去证明这件事 我虽然很喜欢圆满的结局 但就这样眉头眉尾 又有点不甘心 心里就像闷了石头一样 前面的精彩我绝不否认 但结局的整体中心思想没点名 作为我的标准的话 还不够好 不过 与行业其他作品对比 还是挺不错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